电价又要涨了吗 最近好多人在讨论 10月电价难道会继续涨吗 这电价审议会 预计在这个月25号或27号登场 不过却传出变数 因为政府的千亿元补助 很可能来不及在会议前拍板定案 那如果这钱没到位 估计全台电价就得涨13% 延长线满满插头全拔下来 家人忘记关的浴室灯 走过去顺手就关掉 退休的卢先生精打细算 不想再多好任何店 因为平常家里用电量已经够大 全家三人三间房 不只每天冷气开整晚 冰箱烤箱烘碗季更是必须用电 平时两个月就缴超过3000元 要出去的时候 就忘记要把这个家里面的笔电 或者是这个台灯关掉 那当然这个部分在现在薪资 没有上涨的涨幅不大的 调伏不大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都会影响到 每个家里的生活支出 不过算得自自欺欺 恐怕电费一条都是白搭 至于店家神议会 预计在25或27号登场 然而却有变数 就是政府的千亿补助 可能来不及在会议前排版 若是补贴没到位 全台电价就得涨13% 来到平均每度3.9元 台电才能损益两拼 也等于继续要全民买单 政府还是要让台电不要说平衡一下 政策牵扯到政治的话就变值了 大家摸着良心 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 是长远的 那就下去做 无奈情况下 如果动涨台电亏损 负债比又将超过93% 财务状况简直不能再更惨 而目前要处理的还有水泥钢铁等产业 先前获得电价减半或还涨 现在是不是应该恢复涨幅等问题 毕竟不管拨补 涨电都是用人民的钱 如何让台电增加额外收入才是关键 就挖东墙补西墙 既得利益者他不愿意改变 因为那你能分的预算跟饼就是那些 台电亏损问题大 如今轻易补助又成未知数 此时可能提高民生成本 民众生活如履薄冰 东森财经和黄富翔罗尔尔尔尔尔尔尔